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章 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预计未来在每套考卷里分值会在25分左右 也就是要占卷面总分值的大约四分之一 所以第四章真的超级重要 一定要给予充分关注 那么第四章在每套考卷里都会涉及大题 所以大家把握好串奖班内容的基础上 如果能把习题班当中 我们讲过的第四章的大题再去巩固一下的话 那整个考试过关会稳妥非常多 好 第四章伟大清理下来 保留了37个考点 这37个考点分布在12个单元当中 这12个单元可以区分为四个大层次 首先税收法律制度概述不太重要 偶尔设计小题目简单把握一下 但是紧接着的增值税法律制度 消费税法律制度就都非常重要了 尤其是增值税法律制度 一定多花点时间精力切实把握清楚 那如果增值税消费税把握清楚了 最后一个大层次四税一费就不算什么事了 好 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大层次 税收法律制度概述 这个单元两个小考点 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和税法要素 先看主体 主体这些PPT 我们解决两个小题目 一 判断题 我们国家的征税主体 就是指国家各级税务机关 对 还是错 那必须打查 咱们海关是非常重要的征税主体的 好 这是第一个小题目 第二个小题目 也许单选 也许多选 大家把握清楚 海关负责征收 关税传播敦税 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 海关代征 除此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好 那海关负责什么 那这一行内容切实巩固清楚 好 这PPT就是把我们海关这一行 踏实两个小题目解决掉就可以 那么紧接着税法要素 您别看税法要素下面的讲义比较长 但实际上远没有咱们这道单选 或者多选设计的频率高 所以呢 把握好三个内容 其他的大家自己看就可以 第一个内容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区别不同税种的重要标志 征税对下 好 第二个内容 关于税率形式 大家知道比例税率 你比如说增值税的13% 9% 比例税率 好 定额税率 你比如说城镇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多少元税额 定额税率 如果放在这个表格考 那会主要考累进税率 理论上讲 我们有全额累进 超额累进 超率累进 三种形式 但是全额累进 咱们国家是不采用的 好 超额累进 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当中涉及到 比如说居民个人综合所得 比如说经营所得 我们要有联想的 那至于超率累进 这是考单项选择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咱们国家只有一个税种 采用超率累进税率 土地增值税 这是第二个要把握清楚的 第三个要把握清楚的 起征点和免征额的区别 是一道判断题 起征点是大于等于 然后就要全部交 免征额是超过了 只就超过部分交 文周周的讲 叫减除后剩余部分 本质上就是超过的部分在交税吗 起征点是一过就全部交 免征额只就超过的部分交税 一定注意对应准 两者一交叉出判断题 这是常规套路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大层次 税收法律制度概述 那么紧接着进入增值税法律制度部分 首先来看的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一定大家要踏实 基本规定适同销售 适同销售是每套卷子必考的 有可能考两遍 那经验销售的界定 不征收增值税的情形 送分题来到 混合销售建议也是送分题 好 先说基本规定 那我们先知道增值税征税范围 首先销售进口货物 其次销售无形资产 销售不动产 这个是往销售商品的方向走 然后销售人类劳动 比如说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以及七种服务 这个是征税范围的两个大层次 或者说五个大方向搭自己心理要素 紧接着细节 销售进口货物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货物指的是有形动产 像电力热力气体 它是有形动产 销售电力热力气体 是属于增值税的增税范围的 往下走 销售无形资产 最主要把握两点 一 当我们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时候 叫销售无形资产 交增值税 其次 当我们转让高速公路经营权的时候 销售无形资产 交增值税 往下走 销售不动产 不动产 除了房子之外 道路 桥梁 隧道 水坝都算 另外 去年考过的多项选择题 今年题库里一定继续存在 转让有限产权 永久使用权 按销售不动产 再建建筑物购筑物 也算销售不动产 联房带地一块卖 销售不动产 那刚刚我们讲 如果单独销售土地使用权 单独转让土地使用权 按销售无形资产 联房带地一块卖 销售不动产 好 往下走 销售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加工的对象 修理修配的对象 一定是货物 加工的话 一定要委托方供料 好 再往下 销售七类服务 那么第一类交通运输服务 需要大家计备送到 这三个细节 大家知道 出租车公司 像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 出租车司机 收取管理费用 按交通运输服务交税 乘租七租 乘 七 师 都是连船连飞机带人一起 我们叫交通运输服务 无运输工具的乘运业务 按交通运输服务交税 小题目 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最主要是知道 它必须 中国邮政集团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 好说 电信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们有基础电信 增值电信之分 那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 我们是按照增值电信服务 交增值税 好 往下走 建筑服务 建筑服务分为工程服务 安装服务 修缮服务 专事服务 其他建筑服务 注意细节 比如说谈到安装服务的时候 像各种各样的安装费 出装费 开户费 是按照建筑服务 安装服务交税的 那么谈到其他建筑服务的时候 钻井 平整土地 园林绿化 书郡 但是航道书郡我们不算 这都是走建筑服务 其他建筑服务 要看熟 金融服务是超级重要的 贷款服务的细节 一定仔细再看一遍 那么 融资性售后回租 按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交税 罚息票据贴线 转贷 获取的令息性质收入 按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交税 后面我们还会谈到 贷款服务是全额计税的 好往下走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还有金融商品转让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也是全额计税 但金融商品转让 未来是差额计税 所以金融服务包括哪些 小题大题都可以涉及到 一定充分关注 现代服务 现代服务当中 比较重要的设计服务 广告服务 会展览服务 比较重要的物流辅助服务 注意和交通运输服务结合在一起 如果谈到货运收入 交通运输服务 但是装卸搬运 仓储和收败 它是现代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来交税 交通运输服务的话 如果用税率是9% 物流辅助服务 我们用税率是6% 所以大题涉及到 同一个货运公司 运费收入怎么办 仓储 收盘 装卸搬运服务怎么办 一定要区分清楚 租赁服务这里就更重要了 那我们这里边 给大家谈到的几个租 编了一个小表格 一定看清楚 成租七租 私租交通运输服务 融资性售后回租 是金融服务贷款服务 但是车身广告未出租 有形动产租赁 建筑物外墙的广告未出租 不动产租赁 提供车辆停放 收购路费 等于把这个停车场出租使用了 或者把这个道路出租使用了 我们按照不动产租赁服务去交税 这个表格很容易在小题目当中涉及到 一定能理解理解 不能理解 要死尽一倍 往下 见证咨询服务主要是涉及到 认证见证咨询 那么翻译和市场调查服务 是按照咨询服务交增值税的 好 生活服务呢 大家知道文化体育 教育医疗 旅游娱乐餐饮住宿居民日常服务 餐饮和住宿 这都是生活服务 但是未来我们会谈到 购境餐饮服务是不能抵扣镜像税的 但购境住宿服务就有可能抵了 好 那么关于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定 他没有理解难度 他就是您得巩固记忆 要细细的一条一条去看 我只是把重点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 那么类似的题目会非常多 下列行为按销售不动产交税的 A把外墙出租发布广告 那么这个是不动产租赁服务啊 按照现代服务租赁服务交税呀 B销售抵商 抵商就是建筑底层商铺 所以是卖房子 按销售不动产交税 转让高速公路经营权 销售无形资产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纯土地使用权转让不带房子的 我们是按照转让无形资产 如果联房带地一块卖 按销售不动产 那没有收到房 就光说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那么是纯卖土地使用权 销售无形资产 所以这个题我们要选择B选项 那这个题也是超级变形 各种租 呈租 七租 失租 这个都是交通运输服务交税 融资性售后回租 是按照金融服务贷款服务交税 车辆停放 倒是不动产租赁 所以是现代服务租赁服务交增值顺 选择递选项 那就是针对我们前面那个小表格来进行考察 那这个小表格可以出无数题 认真看 好 这是征税范围基本规定的问题 紧接着关于视同销售 那么视同销售这个地方 咱们一定把这个表格 它是把握清楚 第一个谈到视同销售 您要看清楚视同销售什么 是视同销售货物呢 还是视同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如果视同销售货物 那我们谈第一个是代销业务 不管是假委托以代销 还是已把这个假委托代销的货物 卖给了消费者 我们这两个环节 都是视同销售货物去处理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谈到 总分机构之间移送货物用于销售 那么总分机构之间移送货物用于销售 关键看 总分机构是否在同一线市 如果是同一线市移送 不视同销售 如果是跨线市移送 那我们要视同销售货物去处理 比这两个层次更为重要的 百分之一把在您的考卷当中要设计题目的 那是关于自产委托加工和外购货物进一步处置的问题 那两个层次 如果自产和委托加工 那不管它是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个人消费包括交际应酬在内 资产委托加工 不管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还是投资分配赠送 我们都要视同销售货物对待 但是如果够近的货物 那我们是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不视同销售货物 用于投资 分配 赠送 视同销售货物去对待 所以视同销售货物这个层次 是否视同 三个大层次没一条 这个不是你看着PPT 我看着我手写板能把握住 要自己拿张A4纸 自己顺一遍 虽然我们没有墨写题 但要自己顺一遍 没完我们还要知道 如果视同销售货物了 那么一般纳税人就要考虑 确认肖项税格 在纳税业务发生的时候 确认肖项税格 然后对应的镜像是可以抵扣的 如果不视同销售货物的时候 那么就是 这边不用确认肖项 对应的镜像也就不能抵 要知道未来对计算 它的影响是什么 好 那么这是视同销售货物 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他谈的是 如果无偿 为其他单位个人提供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那么是什么其他单位个人呢 如果是双工 公益事业或社会公众 不视同销售服务 如果是双工以外的其他用途 比如说像关联企业提供到 那么就要视同销售 但是如果我们讲到 无偿为本单位员工提供服务等等 那你要考虑这个是非营业活动 不征收增值税 所以多了一个层次 跟后面的非营业活动去结合 无偿提供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如果我们是向其他单位个人 那么双工不视同 非双工是视同道 如果是向本单位员工去提供 比如说搬车服务 我们是非营业活动 不征收增值税 后面一个考点 我们会涉及到 稍微注意联系 好 那么在视同销售这个图里 还要仔细盯准一个什么事情 赠送的问题 资产委托加工或者外购的货物 用于赠送视同销售货物 哪怕我赠送在养老院 儿童福利院这种公益事业 它也是视同销售货物去对待的 但是我把建筑服务等等 赠送给养老院 儿童福利院 这个是双工当中的公益事业 如果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是不视同销售去处理的 这个地方也是很容易掉坑里的一个点 一定认识清楚 那么如果这个手写图我讲的东西 您都理解了 这几APPT也仔细看好了 类似的题目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首先 先来视同销售货物的 A 假商贸公司将外购矿钱水 用于交际应酬 外购交际应酬是个人消费对不对 所以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都是不视同销售货物 当然对应镜像不能抵 B 以超市将外购的洗衣粉作为集体福利 发放职工 刚刚念叨过 外购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不视同销售货物 C 丙玩具厂将自产玩具无偿赠送养老院 是的 它是福利事业没错 可是货物只要是自产委托加工外购用于赠送 都视同销售货物 你要是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送给养老院 是不适同销售服务性资产不动产处理的 但货物是适同的 好 将外购的面料用于生产服装 外购 这是用于投分送吗 不是啊 这是用于什么集体不利个人消费吗 都不是 它不是我们适同销售这个点来探讨的 购进原料生产产品 那么做镜像税额去抵扣 当然得有增值税专用发票 所以适选项是跟我们这个 适同销售这个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 它不是适同销售货物 它是考虑什么 能不能抵扣镜像的问题 那么这个题能选的只有C选项 这个题还可以做多种改变 所以一定理解清楚 好 那类似的题目会非常多 我就一个题目你好好比 接下来增值税境内销售界定 那么怎么算境内 主要是把这个干扰项给我解决清楚 下列不属于在境内销售 看好境外单位个人 向境内单位个人提供 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 境外境内完全在境外发生或使用 对吧 这三条都是这个特征的 所以说日本的旅馆 为上海的假公司派出去出差的员工 提供在日本的住宿服务 境外单位个人向境内单位个人提供 但是这个服务是完全在境外发生 不适同在境内销售 不向中国政府拿税 境外境内完全在境外发生或使用 主要是这条不属于在境内销售 剩下的基本不会给大家挖坑 好 不征收增值税的情形 那么非营业活动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谈了 一定要链接上我们前面的 适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那个点 如果为外单位那么是双工不适同销售 非双工适同销售 如果谈为本单位 不管员工为本单位 还是单位为本单位员工 我们考虑这是非营业活动 不交增值税 但是有一个小内容要注意 如果员工为单位提供的 那不是取得工资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单位的司机 给单位开车 那他是取得工资对不对 这个不交增值税 但我们单位的员工 把家里的房子出租给单位 他收的不工资 他收的是租金 内笔该交增值税交去 所以单位为本单位的员工 或者倒过来 员工为所在单位 那我们考虑是非营业活动 不交增值税 那员工为单位 注意是取得工资为对价 就多这么一个点 好 这是非营业活动 那我们这个小编析 作为一个案例提供给大家 踏踏实实消化清楚 到底是适同还是不适同销售的问题 非营业活动的问题 主要看您到底是为外单位 还是为本单位 好 往下走 其他不争增值税的项目 那么容易单独形成多项选择题 要被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运输服务 铁路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 存款利息 不争增值税 金融机构同业之间支付的利息 免征增值税 那其他的什么贷款利息 或者是贴线利息 它是要按照金融服务贷款服务去交税的 被保险人获得到保险赔付 不争增值税 向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不争增值税 很明显文字型的多项选择题 这页PPT要备识 好 我们看一下这道多选题 项链 适同销售服务五行资产的 那我们知道 向客户 向本单位 向本单位 他应该考虑是否非营业活动 而不是适同 向外单位 或者个人 我们才谈适同 那么向客户无偿转让 无形资产使用权 无偿提供运输服务 讲的是客户论断 非双工 非双工 适同销售 服务销售五行资产 AB两个选项 等于这个题主要是把 适同销售服务五行资产 和非营业活动 放在其出题 包括前面 我们小编析当中 给大家的例子 好好评 再来 下来更像应该征收增值税的是 A 开发企业代收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我们背过 不交增值税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 是交增值税的 全额寄税 存款利息不交 保险赔付不交 所以只能选择B选下 好 那么这个非营业活动 以及其他的不争 争取税的项目 主要还是记忆背诵的事情 看书 混合销售兼赢 我们最近这两年考的还比较多 但是考的话怎么办呢 大多数混合销售的情形 他都会说到同时提供 同时怎么定 那么如果界定为混合销售 从主业交税 那如果是一个主体 从事了多项业务 有货物 劳务 又有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的 一个主体 它并不一定同时发生 只是一个主体 兼营了多种业务的 分别核算 没有分别核算 从高适用税率 这是基本规定 但是这个特殊规定 要着重计 销售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等 自产货物的同时 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这里是不是设计同时 刚才我们讲 选项里一般提到 同时考虑混合销售 但这个特殊 这个销售自产货 同时提供建筑服 安装服务 专门规定 不按混合销售处理 按监影处理 分别核算 分别交 没有分别核算 从高交 不服气 可以看一下 这个多项选择题 属于混合销售等 A 商场销售办公设备 同时送货 混合销售 这个酒店 既 餐饮服务 又销售纪念品 那么这个是 兼营啊 这个商场 既卖商品 又提供健身服务 既卖商品 又提供餐饮服务 这都属于兼营 不一定同时发生 家用空调经销商 销售空调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是不是又出来同时了 混合销售 这个题 我们就选择AD两个学校 但是我改一下 我这个活动板房的生产商 板房 而且这不是经销商 这是生产商 销售活动板房的同时 还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那怎么办 那递选项不能选了 看着像混合销售 按经营处理 分别核算分别交 没有分别核算 从高交 所以到这个点 我们就是 这个是特殊规定 单独计 否则选项里出现同时 那么考虑混合销售 从组业 没有替同时 是一个主体 兼营了多种业务的 分别核算分别交 没有分别核算从高交 我们简单化把握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增值税 增税范围 PPT给大家升到了 最低限度了 一定它是把握好 前面谈到的增税范围 解决的是 交不交增值税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来看 交多少增值税 先解决基本要素 那么第三单元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谈到 移到计算性的题目上手 我们首先看清楚 涉及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紧接着 如果涉及销售业务了 我们要判断清楚 这笔销售业务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否是在本期 如果不在本期 不影响本期的因纳税额道 那如果的确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在本期 那么一般纳税人 要以计税销售额 乘以税率 确认销下 小规模纳税人 要以计税销售额 乘以征收率 计算应纳税额了 所以不管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都有计税销售额 确定的问题 那么计税销售额的确定 一共是四个层次 一般情况下 全部价款加价外费用 但不含增值税 但涉及特殊情况 有可能没有直接的价格以用 需要核定销售额 或者涉及特殊销售方式 有可能存在多个价 那么使用哪一个价 作为计税销售额 如果涉及特殊行业 有可能会涉及差额计税 好 那一般情况 核定销售额 特殊销售方式 特殊行业 四个层次都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先来解决 增值税纳税人 这页PPT 首先第一个点 看清楚这里的数字 咱们首先是根据经营规模 来区分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这个经营规模 是谈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五百万超过通常是一般纳税人了 没有超过的情况下 通常考虑小规模 这是第一个点先知道 紧接着第二个点 超过五百万的情况下 百分之一百是一般纳税人吗 不是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 像咱们不是个体工商户 咱们就属于其他个人 不管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达到多少 咱们永远是小规模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没有超过五百万 有没有机会成为一般纳税人 有 只要你会计核算程度健全 也可以成为一般纳税人的 所以经营规模标准 并不是界定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的唯一标准 这个地方注意判断题 这些PPT就是这三个点 把握清楚就可以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PPT 这个PPT不用背 首先呢 一般纳税人 他大多数情况下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当期肖像税格 减去当期准于抵扣的净项税格 计算因纳税格 但是 如果题目以之条件告诉您 说这个 选择减易办法计税 能选择减易办法计税的情形 即便是一般纳税人 也有可能减易办法计税 所以在这里大家知道 一般纳税人并不是百分之一百 都用一般计税方法 有用减易办法的可能性 但是 小规模纳税人 他就只能减易办法计税 小规模纳税人 不存在净向抵扣的事情 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小规模纳税人 以前是不能自行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只能代开 现在允许了 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 管理系统 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要知道一般纳税人 一般计税方法下 我们使用的是税率 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使用的是征收率 一个叫税率 一个叫征收率 区分清楚 所以这些PPT 也是这样三个层次的内容 着重去看就可以 好 这是纳税人这个点 紧接着增值税 纳税专用发生时间 那么这个点很重要 在您的考卷里一定有题 考的话两个层次 文字题 然后是案例应用型的 计算应用型的题目 文字题 我就不给大家一条一条念了 因为您自己看就可以 您比如说 涉及到预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考一下 是货物发出当天 那么您自己记就可以 那么案例应用 或者说计算性的题目 我在这里要展开给大家谈 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地方 采取设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原则上是收免合同约定的 收款日期纳税又发生 所以我们总价款是100万 本期应收60万 实收50万 不含税金额 本期拿多少来计算 销项或者是应纳税额 那看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一定注意 本期约定的是60万 所以假定一般纳税人 他的销项税额是拿这60万 乘以一般或100%税率来确认的 按收免合同约定的这60万 在本期发生纳税业务 跟总价无关 跟实收的也无关 这笔业务的计算应用要混 第二笔要会计算应用的 就是预收款方式 那么预收款方式盯住是货物 还是租赁服务 如果货物是发出纳税义务 发生为原则 特殊规定自己看 那等于一月份预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货物二月发出 那么一月份的销项里 是没有这笔业务的销项税得到 二月份才有 但是租赁服务就不一样了 租赁服务是收到预收款 当天纳税又就发生 所以我一月份预收了三个月的租金 那好 这三个月的租金都在一月算销下 好 计算应用就是这两个点 其他的主要是文字体来把握 那文字体的话 像这样的题目 就靠您自己去巩固记备背诵了 关键词我在讲义当中给大家标了 那是又翻时间 哪个表述不正确 A 进口货物是曝光进口当天 这个是正确的 租赁服务采用预收款方式 收到预收款当天纳税又发生 对的 脱收成付委托收款方式 应该是 发货并办妥脱收手续当天 而不是收钱当天 从事金融商品转让 是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当天 对的 不正确 这个题只能选择C选下 那么在座的同学们 能像我一样 这样就说出答案来吗 不能的话 该记记该背背 再来看 假食品厂是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采取分期收款方式 销售预料 总价款 合同约定 分期收款 本期应收是多少 我们说了 书面合同约定的时间 纳税又发生 所以不要看总价 也不要看本期实际收多少 应收56500 用这个开刀 那么这个是含税价 增值税 计税销售额 必须是不含增值税价 所以就是 拿56500开刀 先做价税分离 再乘以税率 就结束了 这个题选择 必选下 好 那纳税又发生时间 文字题 计算应用题 大家感知清楚 紧接着 就是计税销售额的确定 先来看一般规则 我们讲 全部价款 价外费用 但不含增值税 咱实话实说 考初级的话 您就会 价税分离这招 增值税的分值 就几乎可以拿到 将近一半了 含税价 一定要做价税分离处理 这个一定清楚 好 那我们说 全部价款加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 包括哪些 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 不管是奖励费 违约金 包装费 包装物租金 等等 这些都做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是百分之百含税的 题目有可能告诉你 不含税价是一百万 另外收取了违约金 可能是十三万 大家清楚 这一百万不用做价税分离 题目说了不含税吗 但这十三万 它是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 百分之一百是含税的 所以价外费用 一定要做价税分离处理 好 紧接着 各种贷 贷收贷缴的消费税 合法设立的 开财政票据 全额上缴财政的 不包括销售额离 最先简单看看 第一个 贷收贷缴的消费税 贷办保险 收的保险费 贷为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车辆牌照费 以委托方明具开具发票 贷委托方收取的款项 谈 第一个 各种贷 不包括在销售额离 第二个 经批准设立 开财政票据 全额上缴财政 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这笔款项 这笔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计入销售额 两个层次 好 这些不算在销售额里 往下走 我们说 增值税就会一招 价税分离就可以拿将近一半的分数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做价税分离呀 这个公式 太重要了 含税价除以一加增值税的税率 或者是征收率 除以一加 那是否是含税价 怎么确定啊 一 你先给我好好读题再说 题目里应该会说 到底不含税还是含税 紧接着 价外费用前面强调 百分之一百含税 紧接着 零售价默认含税 紧接着 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的金额 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的价款 不管他怎么说 我们都认为不含税价 另外要做销售处理的包装物 押金也是属于含税价 还有往往我们金融商品转让当中 买入价卖出价 你就换新业务当中的旧货作价 我们都是按照含税价来处理的 就是默认他含税的意思 那这两个PPT 一字不能了 都得给我看懂 说你会做价税分离处理 一这个公式要懂 二你得会判断是否含税 对不对 只要这一招会了 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增值税的分值 就要进账了 这两个PPT太重要了 那么紧接着 我们应用一下 一般纳税人 21年的8月份提供设计服务 取得含增值税价款 636万元 收取违约金21.2 这笔收取的违约金是价外费用 它也是含税金格 所以636加21.2 都得做价税分离 都是含税价 除一加税率 税率以至条件告诉你 不用你发愁 6%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题递选项 是应选项 好 这是全部价款加价外费用 但不含增值税 最重要的就是 我怎么识别 这是含税价款 然后价税分离是呢 含税价款除以一加 增值税的征收率 或者是税率 看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这是基本公益调汇 紧接着 核定销售额 核定销售额这一项 专门为 视同销售行为来设计的 你要视同销售了 那么我们讲 一般纳税人要确认销项税额 在货物移送的时候确认 小规模纳税人 要计算因纳税格了 但是视同销售行为 很可能不存在一个 直接的销售额 所以我们需要核定 怎么核定呢 顺序两个字 非常的重要 就靠这儿 如果核定销售额 一定要先找 自己的同类平均价 没有 还可以找别人的同类平均价 叫市场价 实在没招 才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一定是 先找价 没辙才组价 不要上手 直接组价 那么这个点 不管你是找价 还是组价 计算应用的题目 都反复考 然后才是 如果组成计税价格 要怎么组 这非营税消费品 不需要交消费税的 货物 成本 乘以矿内 一加成本利润率 一般是10% 看一致条件 结束了 只有组成计税价格 如果一般纳税人的话 乘以一般货物 也许13%税率 这笔销项就确认出来了 那如果我这是涉及 高档化妆品 营税消费品吧 那好 那我是成本 乘以矿内 一加成本利润率 这会儿要看 也知条件 不一定10% 然后除一减 消费税的税率 等于把消费税税额 给它加进来 那这个从价计征的 应税消费品 它就是除一减 消费税税率 这个组成计税价格 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乘以 比如说一般纳税人 一般货物用13%税率 这笔销项我们就给它确认出来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学的程度比较深的同学们 可能会说 那那个应税消费品 它要是从量计征怎么办 它要是复合计征怎么办 你有能力 您自己扩展 因为基础班我们都讲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了 您就先把高档化妆品 刚才我们讲 从价计征消费税的情况 给我解决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是成本乘以矿 那一加成本利润率 除一减消费税税率 把这笔消费税税额 给它含进计税价 组成计税价格里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应用 谈到 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将自产肥兆用于职工福利 自产不管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还是投资分配赠送 它都是适同销售货物的 这是第一个判断 适同销售货物 要在货物移送时 纳税义务发生 那么核定销售额 核定销售额是先找价 没有才主价 所以赶紧找价吧 这个假公司 它有同类肥兆的 不含增值税售价 1130元每箱 用同类价算就可以了 不用拿成本主价 所以咱们就是1130元 一共是100箱乘以数量 这是单价对吧 但这是一个不含增值税价 核定老师说的很清楚 1130 看起来很像含税价 但题目说它不含税 它就是不含税的 不含税不用做价税分离呀 所以没必要除1加13 直接单价乘数量 就是不含增值税的总价了 再乘以13的税率 这笔肖像就全出来 所以这个题 我们要选择C选项的 好 那如果我把这个肥皂 给它换成高档化妆品 怎么办 一样的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组价 没有差别 这个高档化妆品 一箱要是1130不含税价 乘以100箱 我也是乘以13% 确认肖像税额的 你改成高档化妆品 我也是先找自己的同类价 来解决问题的 一样的 只有组成计税价格的时候 才会说 除以1减消费税税率 这没有组价 这是直接拿我的同类售价来算 应税消费品 非应税消费品 我们都是不含增值税的售价 乘以税率确认肖像 好 这个你得自己瞩目清楚 好 没完继续看 还是一般纳税人 把新年制的产品用于赠送 自产用于赠送 自产不管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还是同资分配赠送 适同销售货物的 那我们说适同销售货物 货物移送时 要考虑核定销售额确认肖像 对吧 那核定销售额的 首先涨价 题目告诉你没有同类价 这是新年制的 给顾客赠送适用了 没有同类价 只能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那么怎么组 因为这个产品 在题目当中 没有说到它的消费税税率 那么就当是非营税消费品来对待 你知消费税税率 就非营税消费品 这是考的习惯 所以100块一件 一共是1000件 这是总成本 乘以矿内 一加成本利润率 这是组成计税价格 再乘以13% 去了销下 所以这个题 正确的就应该是 A选项 对不对 那组成计税价格有什么 价税分离的问题吗 没有 组价我们就是成本利润 没有含增值税 你不要价税分离 所以这个题是A选项 那我改一下 说这个产品是高弹化妆品 消费税率是15% 怎么办 这时候你要100块成本 乘以1000件总成本 乘以矿内一加 成本利润率 我像说的 可能5% 5% 除1减去消费税税率15% 做组成计税价格 然后再去乘以13% 去了销下 组价的话 它不存在 除1加13%的问题 它只有可能说 我涉及应税消费品 除1减消费税税率 来组成计税价格的问题 好 那这个高弹化妆品怎么办 大家也是要会的 好 那么这里 咱们这个题选择A选项 解决问题 那这两个例题摆在这里 一 先找价 后组价 两个例题形成对比 对不对 二 每个例题我都给它扩展了 从价即征的应税消费品 比如说高弹化妆品 它怎么处理 你这两个层次都得给我把握清楚 好 往下走 特殊销售方式下 货物销售额确定 那如果涉及商业折扣 看发票怎么开 同一张发票 金额栏内分别注明 只销售额折扣额到 那么不含增值税的折后价 作为继续销售额 如果另开发票 不含增值税的原价 作为继续销售额 好 那我们考试的习惯 如果没有讲这个折扣额 是在金额栏还是在备注栏 就说同一张发票 分别注明的 那你就认为是在金额栏内注明 是这样的 好 我们直接进入例题当中应用 这是一般纳税人 销售笔记本电脑 售价 45万2000 因为购买量大 给了45200 的折扣 关键看发票怎么开 发票是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 那就意味着 是同一张发票 金额栏内注明 不含增值税的折后价 先说折后价 452000 减掉折扣 45200 这是折后价 含税不含税 不要自己猜 人家题目说了 不含税 前面这个价是不含税的 后面那个折扣额也是不含税的 所以总个就是不含税的折后价 直接乘13% 确认肖像就可以 所以这个题要选择递选项 那我改一下 说这个不是同一张发票 它另开发票 改成另开发票 肖像怎么算 直接拿原价452000 乘以13%来确认肖像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商业折扣 紧接着以旧换新 以旧换新增值税 关键看经营首饰 还是经营首饰以外的其他货物 经营首饰是拿不含增值税差价算 经营首饰以外的其他货物 是拿不含增值税的新货价算 所以直接看题 假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以旧换新方式销售手机 那不就是经营首饰以外的其他货物吗 看新货价 所以后面的旧手机作价等等 他都是废话了 拿395.5开刀 新货价开刀 那么题目告诉你 这是含税售价 要做价税分离 除1加13% 再乘以13%去选销下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递选项 作为应选项哦 好 那再来一个题 这是以旧换新方式销售金项料 金项料拿不含增值税 差价 所以我们要盯住的是15600 这个差价 然后这个差价含税不含税啊 因为前面告诉你 这是含增值税价款 就像那座价 他一般默认是含税的 所以两者出来的差格 我们当行税算 税是除1加13% 做价税分离 再乘以13% 确认销下 好 那这道题就应该选择选项了 所以非常简单 你把我们那个小表格顾不清楚 那如果包装物押金呢 第一件事情 如果是讲包装费 或者包装物的租金 这两算价外费用 收取的时候就价税分离 并入销售额 在咱们考试范围内 你直接考虑他的价外费用就可以 我这聊的是包装物的什么 押金 押金就有 你把包装物退给我 我把押金退给你的问题 包装费 包装物租金 都不存在退的问题 做价外费用 收取是价税分离 并入销售额就可以 但押金就不同了 押金要盯住 包的是什么产品 如果他包的是非酒类产品 啤酒黄酒 记住 预期未退时 在价税分离后并入销售额 如果他包的是啤酒黄酒以外的其他酒 那么是收取时 就价税分离并入销售额 一个是预期未退时才计税 一个是收取时才计税 那我们先解合例子 把它理解清楚 甲酒厂是一般纳税人 21年9月份销售资产白酒 白酒那是属于这个层次 收取时包装物押金就要计税 好 他我销售资产白酒 不含税价款 包装物租金 包装物押金 一 前面这个不含增值税价款 10万不用做加税分离 同时收取的包装物租金 是价外费用 4520要做加税分离 然后包装物押金 因为这是白酒 包装物押金是要在收取时计税的 所以这12430要计税 只要需要计税 包装物押金都是含税的 所以也得除1加13%做加税分离 加加 然后乘以13%去确认销下 所以这个题应该是C选项作为应选项 首先看清楚租金和押金的区别 其次看清楚什么产品的押金 再次看清楚 到底是含税还是不含税 那我改一下 如果是同时收取包装物租金这么多 另外呢 发生预期未退的包装物押金那么多 那怎么办 这个题 如果这笔押金我改成是 预期未退的包装物押金的话 这是白酒 白酒在收取时交过了 预期未退的时候就不交了 所以这个题就要变成选择A选项了 保持白酒不动 这笔押金改成预期未退的包装物押金 那么因为这笔押金之前收取的时候交过税 现在预期未退的时候不用交税了 A选项 再来 如果我把白酒改成啤酒 那啤酒这笔押金交代是收取时 那么要选择A选项 因为啤酒的包装物押金收取时不交税 变成A选项 然后等到这笔包装物押金交代预期未退的时候 那么要选C选项 如果他改成这笔这个啤酒 收取包装物租金 然后另外有预期未退包装物押金12430的话 那变成C选项 所以跟白酒 他正好是反着的 注意区分 好 那我刚才做了几处变动 您得把课件停下来 自己确认清楚 自己是OK的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包装物押金增值税的处理 那么消费税的处理 在这一并解决掉 如果谈消费税处理 就盯着这个图 你先把增值税处理给我解决清楚 把刚才那个题的几处改动解决清楚 如果谈消费税 那就是啤酒黄酒 再加上成品牛 这一仨 它是从量计征消费税的 所以包装物押金不直接影响它的消费税的计算 剩下的跟增值税一模一样的处理 增值税该交税了 包装物押金该交税了 那边消费税这笔包装物押金也要交消费税 就是这样 把成品油啤酒油黄酒给滴流出来 剩下的 这笔押金增值税该交税了 消费税就相应该交税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包装物押金的处理 那么特殊行业销售额 就是把握一个到底全额计税 还是差额计税的问题 差额计税呢 我念到多了你记不住 所以在这里 我们首先把握好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是大体要涉及到的 贷款服务 它是全部利息 利息性质的收入作为销售额 全额计税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 是以收取的手续费佣金等等 全额作为销售额 这页PPT两个都是全额计税 但是谈到金融商品转让 它是差额计税的 金融商品转让可以大体理考计算 也可以存出文字题 所以这页PPT很重要的 一 卖出价 减买入价 差额计税 负差的话 年内负差可以继续底 跨年负差不能继续底 然后买入价可以加权平均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核算 金融商品转让不得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这都文字题 如果涉及无偿转让股票 那么无偿转让这一方 买入价就是卖出价 所以出来差额是零 不用交税 但是受赠这一方 会以P1为买入价 未来卖出的时候会产生卖出价P2 然后到时候P2减P1去交税 好 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一条 也许会有应用 也许就是文字题考你 好 所以考计算最主要是1和2 文字题是整天PPT都可以涉及到 我们两种题目都要会应对 这是考银行的时候要涉及到的 那么紧接着差额继税当中 您可以看基础班讲一或者清一 有很多差额继税 但是我会比较强调大家把旅游服务当中 差额继税的情况 他首先是选择差额继税 不是100%差额继税 不要特别 其次呢 他可以减除到差额吗 那可以差什么呀 差掉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 支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找购买方收来之后 转到其他单位个人那去 好 那么差额继税的其他规定 我就在这里不念到了 您要有功夫或者说您是程度比较高 用轻一听课的 那么应该能听出来 旁边还有很多差额继税的规定 可以加强熟悉 知道这个是底线 好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 假银行是一般纳税人 21年的第三季度提供贷款服务 取得含增值税利息收入3180 支付存款利息是2650 大家一定记住 我们是拿收入全额继税 支付的是不减存的 所以是3180来动刀 不差额 CD就排除了 那么3180是含增值税 含增值税的话得做价税分离 所以B选项是正确选项 好 那么紧接着 假公司一般纳税人 转让金融商品 卖出价 买入价 上期复差 现在是9月份 上期的复差 属于年内复差 那我们讲 金融商品转让是差额继税 你卖出价 减买入价 减年内复差 然后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把这个卖出买入价 都默认为含税 除非他专门交代不含税 否则你认为他含税 那就要价税分离除1.06 再乘6% 确认销项税额 所以 其实用不用价税分离 这个题都不涉及到 你只要知道 买入价减年内复差 就已经锁定币选项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销售额的确定 那么我们讲 计算性的题目上售 首先看 纳税人是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然后上售销售业务的时候 要看纳税诱番时间 是否在本期 紧接着要确定计税销售额 全部价款加加外费用 但不含增值税 或者核定销售额 先找自己同类平均价 没有找市场价 实在没有组成计税价格 还是说 我们特殊销售方式 商业折扣看发票怎么开 你就看换新 看是否经营首饰 包装物押金 看包的什么产品 然后选择合适的计税价格 来计算销项税额 或者是 要考虑全额计税 还是差额计税 计税销售额确定 四个层次 给大家看